3月8号晚 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李一虎接受媒体线上采访 围绕当前台海局势及未来两岸关系走向分享观点 李一虎表示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涉台表述 表明了大陆对台工作的基本立场 并提出今后两岸关系政策的重点 政府工作报告实际上是把大陆方面的对台的最基本的政策 它做了一个高度的概括 阐明了大陆方面的基本立场 在目前的情况下 我们仍然要强调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和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坚定反读促统 这个表明大陆一个基本的立场和今后对台政策的一个重点 首先要推动两岸和平发展 都是大陆对台政策基本点的这样的一些表述 此外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要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 完善增进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同心共创复兴伟业 李一虎表示 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根与魂 也是两岸之间的最大公约数 加强两岸文化交流 是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和伸展点 两岸关系就更加强调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灵的契合 这种精神纽带的加强 所以这里边强调一个文化的根基 如果两岸同胞都共同的弘扬中华文化 一个是能使这个现代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进程 再向前推进 而且为以后两岸和平统一 他们奠定一个很坚实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 李一虎说 碍于新冠疫情及民进党当局的政策限制 近年两岸之间许多交流活动没能开展 而2023年初 两岸民间交流出现了恢复势头 展望2023年两岸民间交流前景 李一虎认为是可以期待的 前几年就是因为有疫情的因素 当然也有民进党当局这个大陆政策 我们很多交流没有能够去进行 没有能够展开 从二月份开始 两岸民间的交流在回暖 出现了一些比较好的势头 我感觉到就是今后几个月 两岸民间层面的交流 我们经贸的 文化的 社会的交流 还会进一步的热闹起来 我想今年会在交流的增量部分有很多的增长 就是完全可以期待 两岸之间的很多交流项目 会活跃起来 对于两岸之间 互相释放善意 友好互动 这个都是有好做的